好不只是君友 来看到个最新消息提供给您 民事新闻在6号晚间网络直播时 原本的画面突然消失了 那么出现了一张图 上头写着中国一点都不能少 而且还特别写到了 中国领土主权不容外界干涉等字眼 而且它还伴随着歌曲 我和我的祖国 时间大约是维持了三分钟 引来很多网友的围观 民事随后回应证实了这件事情 解释他们是被骇客入侵 他们特别强调了 电视播出状况是正常的 只有网路播出受到了影响 主音就是训源的主机被骇客入侵了 所以被放上了这张图 这是最新消息提供给您 另外政府的网站也频频遭到骇客攻击 现在中国制的制品令要扩大了 来看到行政院的副院长沈荣金 前天召开了资安会议指示了 禁用大陆制的资讯通讯产品范围 从过去的政府机关委外厂商 以及分包厂商等禁用 现在要扩大到公家机关场域内 都不可以来使用 包含了场域出租给厂商 停车场等等 都禁止使用大陆制的资安的一些产品 这是最新的一个禁令也提供给您 面对大陆近期在台海周遭的各项军事演习 柯文哲主张平常要有沟通 否则事到临头要沟通会太困难 同时他也呼吁北京政府要冷静 不要被民族主义推着走 也不应该迁怒台湾 柯文哲说这样还口口声声说 台湾人民是同胞吗 拜登跟习近平在之前谈了两个小时又17分钟 虽然我们都不知道到底里面谈什么 但是以我们对大国的了解 坦白讲我说两个又不是男女朋友 怎么可能谈两个多小时 一定是很多问题要谈 那我也希望说他们中美在这种事情上 双方都有沟通 那也知道大家底线在哪里 当然我们也理解 很多国际的这种问题就是说 每个人该表态大家表态 但是大家把他底线讲清楚 彼此征求谅解的也要讲清楚 我是很怕插香走 中美对抗是 我看未来15年 我不敢说20年到30年我不敢预测 10年内我看还是跑不掉 但是大陆也不要因为这样就迁怒台湾 针对目前的台海局势的一个紧绷的状态呢 有这个粉砖回顾今年台湾抽到的国运签 上头呢就是这个字比较小一点 但是最后一句 他写着贵人到家堂的贵人 听起来像是在指这个裴洛西有钱有势 至于还有一句说红日当空长照耀 就看大家怎么解释了 网友认为红日当空 是不是看起来有点像是解放军 这个空锁空军封锁我们的空域的感觉呢 长照耀则是指台湾本岛渐渐常常看到中共军机 好提供给您 另外呢针对这个军演 四枚飞弹飞越台湾上空 赵才刚怒轰国防部不声不响 陪洛西走后共军的飞弹接踵而来 大陆展开大规模围岛锁台军演 日媒报导四枚飞弹直接穿越北台湾 万里新殿南港的上空 惊心动魄 但国防部不但没发布警报 还说飞弹在大气层对我们没有威胁 不需要公布 又是一切都在掌握中带过 但飞弹都越过了头顶 蔡政府看起来只想躺平 专家更举例 2017年北韩试射导弹穿越日本北海道 当时日本不但及时发布警报 还要民众紧急避难 中框董事长赵绍康讽刺的说 台湾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四颗东风飞弹从台北上空飞过 国防部不吭不响 汉光演习没有飞弹打来 空袭警报狂想 等到真的飞弹打过来了 反而装没事 真是平时如战时 战时如平时 专家分析这是美中斗争的结果 但是台湾倒没承受 非但直接越过家门口还想告诉百姓 这没什么 蔡政府嚷嚷的抗中宝台 不只怕沦为口号 民众更忧心 身家性命都无法自保 介绍任务林沛姐台北采访报道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